教育路不远 一天只要一点点 慈继职工在深圳的慈展会上 分享助学成果 慈善个案的陪伴下来的话 其实做最多的 主要给予他们有形的金钱 然后物资 然后其实更多的是在于 这样的一个陪伴 长时间的陪护 还有一个深度的陪伴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 我们也是这样在做的 非常非常希望能够在 这样的一个爱的一个事业当中 我们可以合作 我们可以跟着慈继 走到更需要的地方 大型展览让慈善资源多方结合 清寒家庭脱贫梦 就有更多机会实现 大爱新闻之上美之宫 许美娟 廖建龙 李鸿坡 广东报道